大家我是山羊 我是尚吉 今天是6月25号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我的生日 又大了一岁 我们去买一点菜吧 做火锅吃 庆祝一下 又开上了小面包 外面还在下雨呢 幸好有个小面包啊 不然都出不了门这个天气 这里在冒雨插秧呢 好多人啊 干得热火朝天的 到家了 买了一桌子的菜 26块钱的排骨 今天吃一个排骨火锅 这里是15块钱的里脊肉 用它来做那个小酥肉的 今天火锅的重头菜啊 还有一些青菜 买了一把香蕉 9块4毛钱 这里还有3块钱的猪血 这个猪是早上才杀的 老板说 特别的新鲜啊 打上伞 再去摘一点空心菜 看这个空心菜 长得多好 好高了 好高了 空心菜摘好了 去看一下我们那个田瓜怎么样了 哇 这个好大了呀 旁边还结了一个 这个一个小的 应该可以吃的 这个 那我给它摘掉 摘了呗 这能吃一餐呢 两个人够吃了 一人一半 菜都准备齐了 现在要开始洗 这都能洗半天呀 我来把这个香菜洗了 我们湖呢 就是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 火锅必备的 以前在外面骑行的时候 想吃 但是又不敢吃 因为缺水啊 在外面 一般只有找到那种水滋润 比较充滞的地方 才敢买这个香菜吃 处理 现在来做酥肉了 先把里脊切成条 再来倒一点花椒碎 再来加一点酥肉粉 有点稀加点糯米粉 上手揉了 酥肉已经拌好了 现在来把猪血煮一下 不然的话这样子切不了 要切成片 排骨也焯好水了 一坨一坨的 排骨炖好了 现在炸酥肉 这个油还是上锅地炸其一爪用的 我们一直留着炒菜 这次又可以炸肉 有一个进去看一下 不行这个油温 捞出来呀 它都没冒泡 先把这里面的炸好 不敢放了 油热了就换小火 慢慢煎 慢慢炸 最后一波了 炸完了 满满一大盆的 这里才15块钱 但是因为太多了 所以只炸了七成熟 把今天要吃的先挑出来 等会再复炸一遍 剩下的吃不完 就放冰箱保存 下次要吃再拿出来炸 这样比较好吃 差不多了吧 够了 还有别的菜呢 还有火锅 这些就等下全部放冰箱 炸好了 这颜色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再来撒点这个辣椒粉 更漂亮 试一下 试一个 怎么样 香 好好吃 有那种汉堡店的感觉 嗯 而且我觉得还更好吃一点 就是有点汤 你那个发酵粉加的特别好 吃进去满口生香 现在炒火锅底料了 你能用这个锅吃 开饭了 开饭了 加菜吧 先把这个 菇放进去煮 金针菇 这个要煮很久 哇一放下去这个就不滚了 开大点火 刚刚还滚的哦 煮鞋要放吗 放 一样的放点吧 让它们在这里煮 想要等它开哦 要煮一会儿 我们先喝个饮料 来 生日快乐 谢谢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哪里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哪里 在哪里啊 在新疆 不是 在西藏 阿里 在那个扎娘县还是什么县来着 在哪里呢 好像好多年 很多年没在家里过生日了 好像自从读完高中之后 就再也没在家里面过过生日了 好多年了 还挺开心的 还开心了 又大了一岁 大了一岁也开心了 谁跟你大一岁就不能开心了吗 反正我带辣也比你小 今天又用上这个老气罐了 就提前买到这种 以前骑行的时候用的气罐 正好今天到了 这个灶陪着我们走得很远 还好它还在 还好它还在 而且质量还蛮好的 现在可以吃了吗 可以啊 滚了 下毛肚吧 这个毛肚还是姐拿回来的 一直放肥上里面冻着 没找到机会吃 中文可以吃了现在 这个要涮多久 涮熟吧 没熟我不敢吃嘞 那肯定的 吃一个小酥肉 只剩这么点了 在这个火锅端上来之前 我们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差不多要吃完了 快没了 第一次做就好成功了 嗯 不会是大厨 没有了 没有了 还要多学习 这毛肚可以吃了 试一下 我也来一块 好汤 它有嚼劲啊 嗯 再来一点香菜吧 可以 娃娃菜 你的最爱 空心菜 嗯 够了 生菜 好吧 一人一片 今天天气降温了 吃个火锅还挺舒服 是 有点冷 这个雨要下到月底吧 至少下到月底 看那个村里面有通知了 让我们尽量少出门 然后离那个路灯远一点 怕等下回不来了出门 怕露店 嗯